近期网易搞了一个挂件设计大赛 并且吸引了大量的玩家参与 其中部分挂件无论是外观还是特效 完全不输官方的设计 然而网易却因为嫌麻烦 居然把人气设计挂件给下架了 本期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两款人气最高的挂件 第一款是神佑 造型设计来源于竖琴和海浪 神佑的主体是一位哭泣少女 少女的头发由蓝水晶构成 营造出了深邃海洋的一金 这款挂件票数比第二名还要多五万票 排在第一名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了 无论是造型和故事背景 都非常的有意境 因此这款挂件的品质定位是金挂 然而要知道 制作一款金挂 可不是简单的事 设计出来和建模出来完全是两码事 而且还得设计金挂专属特效 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这款挂件一度被冷藏 着实非常的可惜 不知道未来能不能和大家见面 第二款赫洛南芝 也就是第二名的挂件 满满的国风风格 看着就让人感觉非常的惊艳 主体是一盏圆月粉玉 四周飘着祥云 并加以梅花点缀 圆玉枝上盘旋着两只红顶仙鹤 在海日的衬托下宛如仙境 这款估计至少也是紫挂的品质 除了榜前的两款挂件 还有其他走可爱风的特殊挂件 例如这款兔尾巴 就是超级简单的一个毛茸茸白色小球 悬挂在求生者的PP上 看着非常的可爱 还有就是猫爪挂件 可以直接穿着在手上 突然脑海里浮现出了局内求生者 全部带着猫爪的画面 如果让你挑选的话 你觉得哪一款最好看呢 应该给哪个角色最搭配呢